我們國昌就在今天剛剛不久前 分享了一個感動的故事 他說柯文哲在北檢的後審室的時候 雖然他已經70個小時被問到不行 沒有去洗澡 而且沒有吃到熱食的情況之下 他還有一點點的咳嗽感冒 但是他想的不是柯文哲自己 那他有空的時候 這是柯文哲 他或許站得挺挺的 他站得挺挺的 哪裡挺我不知道 他站得挺挺的 腰杆子 好 站得挺挺的 他直視著前方的監視器 你知道他想的是什麼嗎 他想的是賴清德在看 太感人了 柯文哲在這個時候裡面 狀況不好的時候 他還是挺挺的 挺挺的用著眼睛 看著監視器 說是賴清德在看他 他正在看一個濫用國家權力的賴清德 他看著監視器 他覺得監視器的另外一邊是賴清德在看他 賴清德 對他看的是賴清德 他感覺那就是賴清德 他有沒有看到魚兒在馬桶裡面逆流耳上 我不清楚 所以說柯文哲喜歡哪一種人才 就是這一種 這個人才 就是像黃國昌這一種 可以把在這個所謂這樣子的事情 講得像民主烈士一樣 感人 淚灑 可以套用他那個看金華城的那個 還有高腰庫 還有高腰庫 對 賴清德 賴清德 柯文哲他的用人哲學是什麼 林周明出來講 我已經說了 這可能也有圖利的問題 而且把這些memo 都已經上簽到市長室了 跟市長室講說 這個有問題啦 不可以這樣做啦 不可以這樣做 怎麼樣了 我看到張一善說 林周明其實就是被柯文哲 被李文中逼走的 所以不聽話的先走 然後不管你能力如何 但是聽話的可能就有機會被扒著 是這樣的一個用人哲學嗎 柯文哲會用哪一種人 我就分享一個最新的小故事 我要分享我需要那個面具 我不知道 我來分享這個面具 我們國昌就在今天剛剛不久前 分享一個感動的故事 他說柯文哲在北檢的後審室的時候 雖然他已經70個小時被問到不行 沒有去洗澡 而且沒有吃到熱食的情況之下 他還有一點點的咳嗽感冒 但是他想的不是柯文哲自己 那他有空的時候 這是柯文哲 他或許站得挺挺的 他站得挺挺的 哪裡挺我不知道 他站得挺挺的 腰桿子來 腰桿子 站得挺挺的 他指示著前方的監視器 你知道他想的是什麼嗎 他想的是賴清德在看 我覺得Grace最厲害的是 剛剛你有站起來對不對 看不出來你有站起來 他重點是什麼 他用這個故事告訴大家說 告訴柯文哲的支持者說 太感人了 柯文哲在這個時候裡面狀況不好的時候 他還是挺挺的 挺挺的用著眼睛 看著監視器說是賴清德在看他 他正在看一個 濫用國家權力的賴清德 照這樣講的話 我真的相信他的思維邏輯很有狀況 所以怪不得他會送容疾20% 太莫名其妙的事情了 不是 你剛剛的雨鋒是說 他看著監視器 他覺得監視器的另外一邊 是賴清德在看他 賴清德 對 他看的是賴清德 他感覺那就是賴清德 他有沒有看到魚兒在馬桶裡面 逆流而上 我不清楚 所以說柯文哲喜歡哪一種人才 就是這一種 這個人才 就是像黃國昌這一種 可以把在這個所謂 這樣子的事情 講得像民主烈士一樣 感人 累撒 但是雖然我們聽起來都有點奇怪 不是 我覺得很想笑 因為我很正經 好不容易把這一段講 對 可是我還是很想笑 OK 好 你可以套用他看金華城的那個 對 然後高腰褲 對 高腰褲 對 賴清德 賴清德 好 那 總之我們在講到這個所謂林周銘 我就要問柯文哲一句 柯文哲 你早成駁回了林周銘的建議 有沒有 因為林周銘已經講了 他在成會的時候 有告訴你柯文哲 這樣有圖利廠商的可能性 那你為什麼賴清德聽 對不起 你為什麼柯文哲聽不進去 我覺得認為重點 我覺得關於圖利這件事情 最重要的前提是什麼 就是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就是你知不知道 所以我認為林周銘今天跳出來 柯文哲會緊張的原因就是 他告訴了大家 就是透過媒體告訴大家說 其實你柯文哲是本來就知道的 而且我也有警告過你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那另外柯文哲到底知不知道 他有時候會演的給大家看說 他好像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子 有一張就是那個 那個減蘇培的那一張 你說六個天章是不是 六 對 他的那個所謂的這個 在這個3月10號 總之就是這個 法治局法務局給他的 這其實是這個 這個都市發展局 主要是都市發展局 但是有會簽誰 是會簽這個所謂的這個法務局 那而且你會發現 他寫了一個什麼 數戰數決 我跟你講 我從來沒有聽過柯文哲 這男人說過數戰數決的話 他比較應該是喜歡慢慢來 因為他是 我跟你講 他在這個法 法律的這個對抗上 他其實是非常的苛刻的 他並沒有那麼圓融 但他寫數戰數決 而且重點是什麼 他簽的日期是2020年3月10號 我要跟大家講 2020年3月10號 同時也發生什麼事 就是易小微跟柯文哲的便當會 那我們另外再講 宇慧的人員是誰 是不是有黃珊珊 那我們來看他會簽的單位是什麼 法務局 法務局的督導 是這個副市長是哪一個人 就是黃珊珊 所以你要知道我認為 在這個109年的3月10號 公務人員他們的壓力其實是非常大的 我覺得就是這樣 那於是他開展得非常快 那於是有人就問啊 柯文哲到底他知不知道 你看柯文哲其實在這今年度 他有推出一個YT影片 那大家可以不要去看 因為也不是很好看 他自己說了什麼 他說560乘30%是買的 你看所以他知道 他自己會知道要乘你30% 結果陳志涵這一副 像苗柏亞說他們都不知道怎麼算 我覺得這就是說謊 而且他說了一句 他說什麼 應該價格他比一般信譽區的還貴 他的意思是說 廠商買的比信譽區還貴 我跟你講我第一次看到 這個柯文哲 是幫市民講話的 我第一次 好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糟糕 為什麼他有買的比信譽區還貴嗎 各位要知道 其實在透過所謂的單位估價裡面 這個所謂這個威京小省 他應該要買多少 他應該要繳87億4000多萬元 這是專家的估價 但重點他們透過什麼方式 他透過金華城去捐低價的道路用地 是低價的 然後他只花了多少 他只花了所謂43億就可以買到 所以你看柯文哲是不是一直都在說謊 我認為他一直都在說謊的原因 他就不想要讓大家發現 他在包庇所謂的金華城的部分